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从第一期开始追到现在的 老粉的话可以投个币见证一下 也可以弹幕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期 第20期我给填补下这张图的最后一部分 讲一讲兽脚雷中最冷门的类群 巨龙脚下的精灵阿尔瓦拉斯宫雷 中成代被我们称为巨龙的时代 恐龙的巨大体型也一直是科学研究和大众传媒的双重热点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恐龙都是胖人大物 阿尔瓦拉斯宫雷就是飞鸟恐龙中的小型化代表 阿尔瓦拉斯宫雷的化石在亚洲 欧洲和南北美洲都有分布 化石机构从聚集1亿6千万年左右的晚诸格式 一直延续到白额级默契 与大部分飞鸟恐龙一起灭绝 然而这类恐龙的化石数量非常稀少 标本保存普遍较差 曾被以为是名义一样的恐龙 直到上世纪90年代 才被科学家们正式报道了第一个物种 阿尔瓦拉斯宫雷最早的报道 来自上世纪阿根廷著名的恐龙猎人 古上学家何塞·波拿巴 1991年他见新发现的恐龙 命名为卡士·阿尔瓦拉斯宫 纪念阿根廷的历史学家 格格格格尔·阿尔瓦拉斯 但是这个新科属种的恐龙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因为上世纪90年代 学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恐龙到鸟》这个演化谜题上 1993年科学家在蒙古戈壁沙漠 发现了一种独特牵制的恐龙 丹兆龙一度被认为是一种 生活在白额级的不会飞的鸟 当时还没有人把他和阿尔瓦拉斯宫 联系在一起 这到后续在阿根廷又发现了 巴塔格尼亚照顾 一系列相似的特征 才终于把单照顾 与地球另一端巴塔格尼亚高原上的 这种小恐龙联系起来 随着恐龙系统分类学的发展 阿尔瓦拉斯宫类也逐渐受到了 学界的公证 它们并不是鸟类 而是手道宫类的一个原始分支 目前这个类学已经发现了 20余种恐龙 但绝大部分物种的发现时间很短 所以名气自然也就不如其他 兽脚类恐龙的 不过建议同样属于手道宫 我们可以给它们加一个称呼 就是蒙古三七趴的第四七趴 因为无论是它们的身体结构 还是实性生态位 在恐龙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在以往的片段中 我们介绍的兽脚类恐龙 大度按照体型增大 生态位多样分化等演化趋势进行 但阿尔瓦拉斯宫类 却有个与众不同的演化趋势 它们是越变越小的恐龙 这个类群的原始物中 身长都在两米左右 而到了百恶级末期 一度演化成只有半米的水平 成为最小的飞鸟类恐龙 甚至一些鸟翼类恐龙 都比它们大 目前发现的三种原始阿尔瓦拉斯宫类 全部来自我国新疆的石树沟组 2011年 古脊椎所的虚星研究团队 发现了灵巧减手工 直接将阿尔瓦拉斯宫类的存在年限 向前推进了6300万年 成为了当时已是最古老的 首盗龙类恐龙 随后又命名了肇事熬润龙 和意外石树沟龙 这三个原始物种 让我们意读了阿尔瓦拉斯宫类最初的面貌 在约1.6亿年前的宛柱格式 它们还是一种小型的捕食者 而且前肢都还是三指的 有趣的是 这三个原始物种的形态特征和体型 都各不相同 这表明 早期的阿尔瓦拉斯宫类的多样性 就已经显现了 2018年 古脊椎所的虚星研究团队 又发现了两种生活在早白恶式的阿尔瓦拉斯宫类 彭氏西域爪龙和乌拉特半爪龙 这是阿尔瓦拉斯宫类在早白恶式的第一次问世 至此 这个家族的演化历程逐渐的清晰了起来 阿尔瓦拉斯宫类很可能就是起源于亚洲 然后在早白恶式开始扩散至干瓦那大国 而我国也成为了阿尔瓦拉斯宫类化石最丰富的国家 同时 也是唯一具有晚白恶式到早白恶式到晚白恶式 完整化石链条的国家 而围绕阿尔瓦拉斯宫类最重要的两个研究 就是小熊化的进程和手指退化的进程 阿尔瓦拉斯宫类挽住了石到晚白恶式早期的成员 体型要相对晚白恶式默契的成员大很多 像后期的小池龙 其长仅40厘米 其重还不到200克 完全的迷你化了 虽然学界之间对阿尔瓦拉斯宫类体型演化 是一个小熊化过程是大致认同的 但对此小熊化过程出现的时间 演化的速率 以及可能的原因都显有了解 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也不能排除所谓小体型的阿尔瓦拉斯宫类 可能是其他大型恐龙幼年个体的情况 为了探究这一谜题 2021年巡星研究团队对所有已发表的 阿尔瓦拉斯宫类恐龙正模标本 进行了个体发跃阶段的评估 得到了一个阿尔瓦拉斯宫类成年体重数一级 估算出了所有阿尔瓦拉斯宫类的共同祖先 体重约为23000克 而且小熊化过程是单元的 研究发现 这个小熊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聚集1.11亿年至8500万年之间 速率非常之高 在集2500万年的时间内 平均体重下降了超过两个数量级 在阿尔瓦拉斯宫类演化的早期 最适体型范围是5到50千克 而后期最适体型范围缩减到了0.5到5千克 可以看出 阿尔瓦拉斯宫的体型小熊化过程 是一个从较大体型范围快速的跃迁到 另一个更小的体型范围的过程 而不是缓慢逐渐变化的 在生物界中 这种跃迁往往会伴随着特定的养化事件 那距今1.11年到8500万年之间 发生了什么呢 这段时间恰逢彻底改变陆地生态系统的 重大环境事件 白鹅纪陆地革命 进入白鹅纪 伴随着显花植物的反射 真兽性昆虫 开始大规模辐射 这势必创造个许多全新的生态位 阿尔瓦拉斯宫类很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 出现了实性的转变 换一个角度看 晚白鹅纪之前的阿尔瓦拉斯宫类千只还都保留着三只 而晚白鹅纪的物种则退化掉了第二三只 仅保留了粗大的第一只 这是为什么呢 之前对阿尔瓦拉斯宫类的解剖学研究显示 晚期的小型阿尔瓦拉斯宫类 具有很多类似现生专性食蚁动物的形态学特征 如直且粗大的前只直转 虽短且非常强弱的前只骨骼 门尺空缺的稳步等 但当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践上无法对应 这次研究表明了阿尔瓦拉斯宫类的小型化过程 可能是一个伴随着生态位 从肉或者杂食 转换到虫食性的快速小型化过程 时间上也与真社会性昆虫的适应性辐射互相吻合 同时科学家对鸟面龙的头骨研究显示 阿尔瓦拉斯宫类就有远大于大部分恐龙的眼睛 这个比例可以与典型的夜行性鸟类相提并贵 对阿尔瓦拉斯宫类的头骨化时 进行高精度CT扫描后显示 它们还拥有像猫头鹰一样直径很大的耳窝管 说明阿尔瓦拉斯宫类不但有高度适应弱光条件的设计系统 还有可以在一片寂静中 不放过一丝一毛动静的强大听力系统 结合了这些研究成果 我们才在史仙星球中 看到了那个在巨龙脚下跳动的经验 当然要具体证明阿尔瓦拉斯宫类的实力价说 尚需要更多来自功能学和生态学的证据 除此之外 阿尔瓦拉斯宫类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话题 所谓的丹爪狗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一根手指 在羽毛下藏着的 还有未退化消失的另外两根手指 而真正意义上的一样指是丹指零合爪狗 可它的生存年代却比丹爪狗要早 或许阿尔瓦拉斯宫类的手指退化进程 比想象中的要复杂一些 在我国河南的丘扒组 还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物种 古上学家在丘扒爪狗的古罗附近 发现了一片恐龙蛋碎片 研究后发现 这个蛋并不是丘扒爪狗的 因为蛋的重量比这只小恐龙还要重 推测是一种偷蛋狗类的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蛋究竟是意外埋在这里的 还是丘扒爪狗会以蛋为食呢 难道会发生偷蛋狗类的蛋 被真正的偷蛋狗偷个的情形吗 这些谜题就看以后 还能发现什么有趣的化石了 伴随着阿尔瓦拉斯狗类体型小型化 晚白色的成员多样性 反而显著增加 超过之前的三倍 作为小型化的代表 他们是成功的 丘扒组的丘扒爪狗 和第七组的勾罩龙 一直延续到了白恶金毛大秘诀 用阿尔瓦拉斯狗类作为兽脚类片的结尾 也算是圆满的 可能有细心的小伙伴发现了 我之前做过的禁鸟类片 被整合进了兽脚类片 没错 演化术的图块颜色 我也更改了 所以理论上 兽脚类片并没有完结 鸟翼类片会接过这个传奇的演化纸 接下来的视频 我们去看一下 终生代的鸟类是怎样探索世界的 点赞过赶万 下个月就开启新的篇章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尚罗 下期见